文具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文艺复兴的意义与背景 文具好 我们来看文艺复兴的部分 文艺复兴当然是整个欧洲历史发展上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它在时间意义上 我们直接来看 时间 公元14到16世纪之间 那当然了 14到16世纪 基本上这是一个很简单 不是太精确的时代 我们也只是大致上描述 文艺复兴 元起 还有新盛 主要位于14到16世纪 那当然了 14到16世纪之间 本身代表的意义 请你把它写在年代的旁边 上成中古 下起近代 同学这个是文艺复兴 在时间意义上 本身就具备的历史含义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大考还真的考过 他考什么 他描述这个历史事件 在时间上面 在欧洲整体发展上面的 时代意义 因为严格上面讲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 文艺复兴是少数 横跨两个不同世代的 历史事件 到14 15世纪为止 都还在中古时代 那当然 到15 16世纪的时候 他就已经进入算是早期 近代的阶段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到 文艺复兴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非常多元 内涵非常丰富的文化事件 那当然 并不是这个文化事件本身如此丰富多元 而是 他就刚好处在一个所谓的 时代交汇的地方 所以以我们后代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 我们会发现什么 这个历史事件 这个历史阶段 这个历史背景下 存在着一些新旧交融的历史情境 这也是在后面念文艺复兴的时候 同学你要特别注意的 为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 文艺复兴为近代欧洲 开启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但同学千万不要忘记 新的东西不会无缘无故从石头里 或者是水里面突然蹦出来 新的东西是源自于什么 是源自于旧的东西 所以我说文艺复兴在时间意义上 这个同学要特别熟悉 要特别去理解 那当然它下面的背景很好理解 新旗的背景 无非就是工商业发达 所以这个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点 稍微请麻烦 请同学勾注一下 工商业的发达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没有钱 艺术家是没有同事创作的能力的 好 艺术家要存活 基本上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富商 必须要有贵族 甚至是国家统治者的资助 还有支援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艺术家不可能一边帮你画画 一边行光合作用 然后接下来就 哇 我画完了 那是不可能的 好 一定要有钱 你看下面 统治者竞相赞助艺文活动 各城邦互相竞争 竞争什么 从穿着打扮 城邦的军事到城邦的经济 到最后开始比什么 比谁在艺术上面的投资比较多 简单来说就像现在的豪门或者是富商 大家比什么 比收藏的古案 字画 甚至开始比什么 红酒一瓶多少钱 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钱 商业 经济 一直都是文艺复兴 非常重要的背景 当然还有什么东西 当然还有欧洲 活字印刷 当然了 新航路的发现 这就未必是最重要的点 新航路的发现 已经是属于中后期文艺复兴 才会相遇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 新航路的发现要到15世纪末了 15世纪末 显然文艺复兴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我说至少这三点 工商业发达 第二个 传播技术的改变 那当然第三点 时间会越来越晚 这个是基本的结论 他说对于传播新知 还有创发观念贡献良多 当然我们继续看下去 意大利 古罗马的中心 古迹处处可见 的确 尤其是罗马 罗马本身就是博物馆 你走在路上 都会不小心看到地上有个洞 然后旁边围栏围起来 然后导游 或是领队就告诉你 不要冲过去 你不要跳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下面就是以前古代罗马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人的城市 是建筑在以前城市的遗迹之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 挖一挖就突然挖出来 什么古人的厨房 古人的浴室 那你也知道罗马人就特别喜欢这种公共建设 甚至影响到罗马这个城市 它本身的建设 罗马是世界上少数 知名进步现代化城市里 少数没有地下铁设施的地方 为什么它没有地下铁 你应该很清楚了 你地下如果都是古迹的话 你盖地下铁不是打扰人家生活吗 古罗马人 所以罗马必须要在古迹跟现代化当中 做出取舍 那取舍的标准很简单 谁能为我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我当然就保存谁嘛 所以罗马很轻松的就做出选择 事实上整个意大利很快就做出选择了 我们当然是保有谁 保有古迹嘛 我们保有地下铁干嘛 地下铁哪一个国家没有啊 所以罗马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 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 意大利是罗马文明的中心 古迹处处可见 创作灵感丰富 第五点 来同学把它画起来 拜占庭学者的东来 为什么拜占庭学者要东来呢 原因更简单了 想想看 这是14到16世纪之间的事情 好 我们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大概12 13世纪左右 其实陆陆续续就已经有 拜占庭学者 从位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 从地理位置上的巴尔干半岛 慢慢慢慢地往西边的意大利半岛前进 那当然 同学你也有基本的地理知识 意大利跟巴尔干距离很远嘛 其实没有很远呢 中间相隔一个亚德利亚海 其实你就到了 甚至你还会先到威尼斯呢 所以咧 这些学者很容易就到 意大利半岛来了 那问题是 他们没事从拜占庭 跑到意大利来 干什么呢 很简单啦 想想看 在中古后期 拜占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拜占庭是 常常被他 来自东方的敌人 比如说 阿拉伯 比如说 土耳其 这些民族啊 持续性的都是在侵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合理地理解到 拜占庭学者 为什么要到意大利来 很明显的就是 躲避战争 躲避灾祸 那当然啦 学者 以往 意大利半岛 更增加了 意大利半岛 在文化上面的深度 还有文化上面的厚度 那他说 将希腊语文的研究 也带入 意大利学界 所以呢 意大利本身是属于拉丁文化区 而透过拜占庭学者的东来 把希腊文的东西也补上了 那开玩笑 拉丁加上希腊 这地球上还有人打得赢你吗 在古文明的部分 你就是天下无敌了嘛 所以 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非常合理 传播范围 最先兴起于意大利 后来向西欧 北欧传播 简单来说了 如果有一幅地图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画给你看 但是由于没有地图 所以我们只能够凭空想象 接下来意义的部分 意义的地方 请看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新突破 这个地方啊 就要好好地加以解释一下 同学 什么叫新 新就是前所未见的东西 前所未见的东西 同学又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他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比如说外星人 出现在你家屋顶 你说哇靠 新突破 突然有个眼睛这么大的人 出现在我家屋顶 好 这个叫新突破